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国的国力迅速增长 一统天下的气势也逐渐显露出来 秦国的政治中心 见证了秦国众多历史大事件的咸阳宫殿 也伴随着秦国统一的步伐逐渐扩张 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大秦帝国横空出世 咸阳宫殿群已然建造的遮天蔽日 目不能及 咸阳宫的壮丽威额 不仅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 也是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 那么咸阳宫究竟有多大 为什么连杀人不眨眼的刺客 在看到他之后 都被他的规模与气势 吓得双腿发软 咸阳宫的兴建与陨落 又为今天的我们 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 咱们说咸阳很不得了 是当时非常伟大的大都会 它代表了秦统一的历史趋势 甭管是岳阳还是雍城 我们说都不能跟秦都咸阳同日而遇 因为前者还有诸侯国的特色 它的规模建筑的水准 都是和秦都咸阳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那么这个角度啊 我们说的话 就是咸阳宫真正体现了 秦王朝契吞万里的气势 他从商鞅时代开始营建 经历了秦惠王 经历了秦武王 秦昭王 一直到秦王正 漫长的历史发展 就像滚雪球一样 宫殿越滚越大 那有学者统计过 它到底有多大呢 咸阳宫殿群 3.72平方公里 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如果您查数据 今天故宫紫金城 是0.72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 才是咸阳宫殿群的一个灵头 所以这样的宫殿群 在世界上 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能通过典籍中许多细节 看到咸阳宫殿群的气魄 大家还记得荆轲刺秦吗 荆轲心理素质非常好 但是荆轲还有一个副手 叫秦武阳 这个人心理素质就不那么好 史书记载啊 就是这个秦武阳 13岁的时候就杀人 而且别人不准瞪他 瞪他他就要报复 就这么样的一个人 但没想到 他来到秦国之后 进入咸阳宫 开始窃场 打退堂鼓 那么也有书记载啊 说他一怒 脸就发白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时候 在秦国宫廷之中 他已经下得体四筛坑了 什么原因啊 不外乎两点 一点就是他做贼心虚 的确呀 他要刺秦王 甭管成功还是不成功 他们俩都得死 咱们看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头 写荆轲是没弄死了 没写秦武阳下边怎么样 但是咱们能推支 他也活不了啊 另外一方面 就是被当时的镇室所设服住 咱们看秦国这么大的气势 就对这个刺客产生了这么大的威力 而荆轲呀心里素质好 他看出来秦国臣子已经觉得异样 你带这个人 怎么这时候他害怕呀 荆轲说 北方来的边比之地的蛮夷之人啊 没有见过天子 所以心里才打颤 总共用这几句话 把他忐忑的心里给褶说过去 咱们能通过许多故事 看出秦朝宫廷 他的威额壮大 许多历史场景发生在这里 秦国的崛起 可以说是一部慷慨激昂的励志史 从受人鄙视的边陲小国 到称霸西荣 从商鞅变法 富国强兵 到统一六国 征服天下 在秦国的崛起之路上 诞生了许许多多 雄才大略的君主 更诞生了一大批 智用双权 才华横溢的谋士将领 秦朝湘王时期 秦国已定督咸阳 随着国力的提升 咸阳宫的规模也日渐庞大 象征着王权的咸阳宫殿 建造得愈发华丽 但秦朝湘王却开心不起来 太后与几大贵族 掌握着王国实质性的权力 他无法施展报复 此时一个人来到了咸阳宫 对秦朝湘王道出了一个 影响秦国历史走向的重要方略 也正是这个方略 为秦国一统天下 奠定了基础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秦咸阳宫是秦国历史的重要见证 比如说公元前266年 这个秦咸阳宫啊 就出现了一场谈话 这场谈话 君臣之间 对秦国未来的历史走向 进行了仔细的谋划 决定了秦王朝发展的命运 这里君主就是秦昭王 而那个臣子名字叫做范居 当然也有人说那个字读范衰 一般人读范居 这个范居啊 他是魏国人 命很苦 他原先是魏国中大夫虚谷的门客 这个虚谷啊 奉了魏国将国 魏齐和魏国国君之命 出使齐国 齐国和魏国是死对头 这时候 他在外交场合上 没想到自己的表现 不如他这个门客范居 这个范居 对齐国人的问答 算是对答如流 尤其是 当时齐国国君齐湘王啊 对范居刮目相看 这下 虚谷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他就怀疑这个范居当了叛徒 于是回到魏国之后 就在魏齐面前 说 范居已经叛国了 这下是魏齐大怒 严刑拷打范居 范居不仅皮开肉绽啊 而且牙齿被打掉 肋骨被打断 这还不算 这个须骨和魏齐可真够狠的 把范居扔到厕所里 任人变腻 让人看到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啊 这时候范居很聪明 装死 通过这种方式 逃过一劫 他买通了 勘押他的狱卒 于是在朋友的搭救之下 他来到了秦国 隐姓埋名 化名为张禄 秦国这个国度很不得了 很开放 李斯有一句话形容他 形容得很得当啊 说物不产于秦 可保者多 势不产于秦 而怨忠者忠 许多物产不是秦国的 但是源源不断输送给秦国 许多大夫不是秦国人 但是他们愿效忠秦国 所以这下能网罗天下之贤才 这时候秦国的国君是谁呢 就是秦昭王 秦昭王啊 其实他计位已经很久了 但是王国真正的权利 不在他手中 在谁手中呢 在他母亲宣太后 以及舅舅 然后未染化阳君手中 我说宣太后您可能不熟 但是我说他就是芈月 您熟悉了吧 所以这个宣太后芈八子 实际上是王国的主宰 当时他的儿子秦昭王 就如同木偶一般 得听他妈 得听他舅舅的 所以王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这个范居张璐啊 抓准了时机 等秦昭王出行的时候 他对着秦昭王的车马 大喊一声 说天下人只知道 太后和仰侯 不知道陛下 这话王听了 心里咯噔一下子 这不就是我的软肋吗 这是哪位高人啊 一针见血 所以他找到了范居 对范居礼贤下士 恭恭敬敬的 在咸阳宫廷之中 请教范居 他问先生 我应当怎么做 您给我纸条明路 没想到这范居啊 都卖上关子了 范居是是是 对对对 这个王又说一遍 范居还是唯唯诺诺 最后王急了 先生您就不想赐教我了吗 于是范居说实话 说我说的这些内容很关键 但是我说的这些内容 要离间你们骨肉 有可能我身死 所以我不敢说 我身死不足惜啊 可是您永远是那个傀儡 而且掌握不了 王国实质的权力 这些话让秦昭王出了一身冷汗 秦昭王特别恭敬的说 我赦免您一切言行 您开诚布公 于是这个时候 范居说了他真正的建议 第一条 他说秦国的策略呀 这时候有很大的问题 往往劳师而远征 是兵家之大计 劳师远征很可能徒劳无功 乃至大败 所以他就建议秦昭王 改变这种错误的做法 要远交进攻 结交远方的诸侯国 使得你不会两线受敌 然后进攻 谁离你近你就打谁 他说下面接着说 那么如果要这么做的话 您势必得得到 王国实质的权力 于是一定要打击您的母亲 宣太后 排斥您的舅舅 然后以及化阳君集团 这下就离间你的骨肉 但是你能真正意义上 成为秦国的领袖 听了这个话 当时秦昭王如梦初醒 于是在公元前266年 秦昭王下令 这个时候收回了太后的权力 罢出了仰侯和化阳君 那么当时秦昭王 才真正意义上 成为秦国的国王 咱们看这些故事 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许多和历史 非常有密切关系的事件 发生在咸阳宫 最著名的一个 就莫过于秦始皇和臣子们 讨论如何以行政手段 治理天下 公元前221年 秦王朝一统天下 这个时候啊 应当说摆在秦统治者面前 一个大难题 下边的国家结构 行政制度 应是怎样的呢 于是当时 丞相王婉就提出建议 建议呀 说您呢 应当学习周王朝 周王朝多久啊 800年 最长久了 周王朝为什么这么长久呢 分封同姓 所以他的亲戚子侄能够庇护他 于是建议陛下 也分封同姓诸侯 天下长久 效法古代 这下的话 一切才能安定下来 当时秦始皇拿不定主意 干脆停一把 各位大臣们讨论 许多人给丞相王婉点赞 要么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只有一个人跳出来 说这种做法是取乱之举啊 这是谁啊 李斯 李斯是廷尉 当时李斯就说了 说周末七国纷争 周天子不能禁止 没有看到他的太平时候 没有看到他乱的时候 仰仗陛下神灵 海内一统 今天又分封诸侯 你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你不是自己树立对头吗 所以这个做法断断不可取 秦始皇明白过味 廷尉说得太对了 于是昭告天下 采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 我们说百代皆行秦政法 这个秦政法很大程度上 是表现为郡县制度 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上传下达 使得天下太平 维系了中国秩序的长治久安 秦昭湘网接受了饭剧的建议 秦国的国力再一次增强 这一时期的咸阳宫殿 也进一步扩张 许许多多的公贯楼宇 在渭水两岸拔地而起 秦国的强盛 也引来了其他六国的关注 传说公元前299年 一位著名的君主 为了打探秦国的消息 竟然偷偷潜入咸阳宫之中 这位君主正是大名鼎鼎的赵武陵王 此时的他虽然已将王位 让给了自己的孩子 但以他的身份地位 真的会做出秘密潜入这样的事吗 史书上又是如何描述这件事的呢 咱们看许许多多的事件 都发生在咸阳宫 而咸阳宫廷啊 刚才说了 除了那几个偌大的宫殿之外 还有许多离宫别馆 尤其是到了秦昭王以后 渭水南岸的离宫别馆 就越来越多 其中有许多呀 都写在了点册之中 比如说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就是当时啊 有一个人来到了秦国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赵武陵王 赵武陵王胡扶其设 是有为之君 但是这个赵武陵王啊 公元前299年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赵慧文王 赵武陵王不干了 当时明朝有这样一本书 董说写的叫七国考 七国考里头有这样一段文字 咱们看屏幕啊 说主父入秦 直至昭王所居 六英之功 而人不觉 这么样一个故事 这个主父是谁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赵武陵王 他让位以后 号称主父 这个时候他干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人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秦国腹地 来到了咸阳宫 咸阳宫之中有一个宫殿叫六英宫 别人全然不知 别人全然不知 干嘛 打探秦国的机密 有的文学作品啊 就把这个故事进行了演绎 比如说有的作品说啊 当时战国时候秦国 有一个人像 叫楼环 楼环的老主上 那就是赵武陵王 赵武陵王主父 在楼环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六英宫 这个时候面见了当时秦国的最高领袖 秦昭王 以及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 而这两个人啊 惊奇的就发现今天有点不对头 为什么 昔日楼环指高气扬 按今天的话非常傲娇 可是今天呢 他面对的这个身边的侍从 仿佛他举手投足之间 流露出的是对这侍从的第三下四 这个举手投足间怎么有这种神采 于是这秦国人不解 大人也没问 等主父走了之后 鲁环才说 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赵武灵王 当时秦国人大惊失色 秦国宫廷都炸了庙了 这个赵武灵王居然跑到秦国腹地 来窥赐军情 那还得了 于是派人赶紧追 哪有人了 早跑出去了 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传奇故事 我们今天说它呀 许多历史学者认为不真 为什么呢 第一点 就是这个故事太离奇了 这不像一个正常君主能干的 这很像什么大侠的故事 咱们看战国时期 就包括战国册在内 许多文字都是不大可靠的 出自战国纵横家之手 他为了游说 可以改编故事 可以把它戏剧化 乃至杜撰 所以许多情节不是那么真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史记汉书里头都没提到 秦国有个六英国 不见史记汉书 怎么明朝人又知道了呢 所以这个故事带有很大疑惑性 那我们看啊 当时许许多多的穷楼欲语 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比如说 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 楚国的国君啊 楚怀王 这个楚怀王指的是 楚王雄怀 而不是后来 就是项羽他们立的那个 楚王雄心 都叫楚怀王 这个楚怀王啊 可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糊涂虫 冤大头 让张仪弄得晕头晕脑 这张仪说的天花乱坠 你只要和齐国断交 我就给你六百里土地 这个时候 心花怒放啊 白得六百里土地 于是跟齐国断交 等断了交之后 找张仪要地 张仪说给你 我给你六里 什么你不是说六百里吗 不对 你听错了 就是六里 按今天的话 这叫大耍活人 于是这个时候 这个楚怀王就恼羞成怒 我得报复 大兵压境 但是人家秦国 早就不胜口袋阵 于是楚君大败啊 这个楚怀王啊 要命的是 他既吃不既打 这楚怀王没过多久 又上了张仪他们的当 又上了秦国人的当 这时候秦昭王就说了 咱们秦楚是大国 干脆别打了 咱们到五官会盟吧 我把土地坐以退让 当时屈原等忠臣进行了劝戒 您千万别去 秦国是虎狼之国 言而无信 但是这个楚怀王就像红了眼的赌徒一样 必须去 没想到他离开了楚国 到了秦国 秦人就翻脸不认账 这时候就把他给扣押了 而且把他关押在哪呢 史书就记载 把他关押在张台宫 张台宫是当时秦国呀 接见藩臣的地方 所以司马迁就记载 说这楚怀王朝张台如藩臣 不予抗礼 什么意思 说我就不拿你当国君一样对待 你就是个藩臣 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后来楚怀王恼羞成怒 要跑 跑到赵国 赵国人不接纳 你人缘推次了 又被秦国人给抓了回来 最后客死他乡 发生在这个张台 而这张台还有一件大事 公元前283年 这一年啊 对张台来了一个众臣名人 这个人的名字 大家知道 叫令相如 手里拿着一件宝贝 就是何氏币 当时秦昭王把令相如叫来 拿着这个币 给左右欣赏 给美女观看 没想到啊 这个令相如高呼一声 币有侠 我告诉您 这个玉币上有瑕疵 你看到了吗 这个王一愣啊 我怎么没看到 于是把这个币 给了令相如 令相如马上翻了脸了 令相如沉说两点 他说呀 第一 你在这里接见我 这个地方 令相如称之为列宫 这个列宫指张台宫 这是一般的宫殿 接见三尘的地方 不恭敬 你本身对我们 就是很不礼貌 第二 你把这个币 拿给一堆美女看 像什么话 你在侮辱我吗 如果你真想要这个币 你就应当摘戒沐浴 如果不想要这个币 看好了 现在我的脑袋和这个币 一起储上柱子 我虽然死 但这个币你也甭想要 这下秦王吓傻了 没想到这令相如 有这样的气魄 于是恭恭敬敬的 摘戒沐浴 这时候令相如出现了 指着秦昭王啊 大骂一顿 他说了 你们秦王 自从秦目宫开始 就言而无信 在列国之中名声很臭 我看你根本就没有 跟我坐下来谈的心思 所以我就早把币送回赵国 这时候认杀认寡随你 当时这样的言辞 非常有震慑力 秦昭王也说嘛 我杀个令相如有什么用啊 杀了他 我也得不到币 而且秦赵的关系完蛋了 索性放回了令相如 令相如所说的这个列官 也就是一般的宫殿 当时秦国人称之为张台 这张台是什么时候修筑的呢 今天还不太清楚 但是也有学者推测 他可能和楚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楚国早在春秋时期 楚灵王的时候 就修建过一个著名的宫殿 叫做张华宫 这个张华宫非常奢侈 张华宫遗址 在今天湖北前江 而秦国和楚国的交流非常密切 这个米八子也就是电视剧中的米月就是一个代表 于是很多楚的文化影响到了秦 秦人比照着楚国宫殿 秦人比照着楚国宫殿修建了这个张台呀 当然这是其中一种推测 因为当时秦国宫殿啊 许多层面是不如列国 比如说燕国就有结石宫 赵国就有沙丘宫 而这你秦国如果接见史臣的宫殿寒酸的话 人家列国会鄙视你 你不就是那个香巴佬吗 于是秦国修建了张台宫 当然这是一种猜测 这张台宫在哪里呢 学者们说张台宫应当在魏南 很可能张台宫在项羽一把大火中 已经灰飞烟灭 而后来咱们看 这个汉朝宫殿之中 还有一个街道叫张台 甚至后代拿张台二字 指代青楼厨管 咱们都知道有个诗啊 玉树雕安有野处 楼高不见张台路 古代诗歌作品之中 屡见张台 成为一个著名的典故 史书记载 秦始皇每破诸侯 写放其宫事 坐至咸阳北板上 每攻破一个诸侯国 便将其宫殿 复制在咸阳宫的附近 从这件事来看 秦始皇的野心与雄心 彰显无疑 咸阳宫不仅是一座 威俄壮丽的宫殿 更是秦朝统一六国争承的重要见证者 公元前207年 向羽一把大火将咸阳宫移为平地 雄雄燃烧的火焰 是六国人民的怨恨与悲鸣 秦朝曾经的辉煌 与他的短命 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 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 李凯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消失的宫殿第三部第八集 统一气象 除了张台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宫殿 比如说著名的秦甘泉宫 这个秦甘泉宫啊 咱们查史书就会发现 他和汉的甘泉宫压根不是一个 秦的甘泉宫呢 就在渭水南岸 这秦国的甘泉宫 什么时候建造的也不太清楚 但是他建于史籍 史书上就记载 当时太后米八子 也就是咱们电视剧中的这个米月 干了一件非常让人觉得瞠目结舌的事 秦国呀 有个心腹大患 是个蛮夷 叫义渠之容 义渠王跃跃欲试 就像一把利刃似的悬在头上 这个时候 宣太后靠着自己的手腕 剪除义渠之容 杀义渠王 当时他和义渠王生了两个孩子 然后这个时候 义渠王完全丧失了静惕性 索性就被米八子杀掉 而且自己生的孩子也杀掉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甘泉宫之中 那我们说呀 秦国宫廷之中 有许多穷楼欲语 今天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又一个 但是是被项羽一把大火给烧光的 所以这些遗址 到底对应哪些宫殿 学者们还在讨论 比如说 在二十年前 陕西西安六村铺 相家相村 就出现了大量的秦风泥 这秦风泥是什么东西 是秦带的风条 咱们知道这个竹简 在结绳寄扣的地方 怕中途被人偷看 所以古人在上面盖了一块黄土泥 黄土泥上还会盖棺印 这个泥就叫风泥 当然还有风泥的其他装置 我们说这个泥啊 集中在陕西西安六村铺 向家向出土 数量很大 人们发现这个风泥 是十字介格居多 它是典型秦风泥的特征 那好 为什么在这儿出现了这么多风泥 这肯定是秦宫廷的一个办公区 竹简销毁了 风泥还留下来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可能是当时秦甘泉宫的遗址 也有学者认为 这可能是信宫极妙 当时秦始皇有一个特殊的办公所在 叫做信宫 众多的奏章送到了信宫 秦始皇是个著名的工作狂 所以大量的风泥在这儿出土 很正常 秦始皇死后 这个信宫就改称叫集妙 为什么呢 因为人间有皇帝 天上有上帝 人间有皇宫 天上也有紫威星 人和天一一对样 表现了当时天人交融的历史问世 我们看啊 自商鞅以来 这个秦国的宫廷 就像滚雪球一样在扩建 规模相当之大 然而 到了秦始皇的时候 又出现了新的一页 秦始皇啊 据司马迁说 每打下六国一个国 就把这个国的穷楼孕育 仿制在咸阳北板上 所以 这个咸阳周围 就有许多列国的风格呀 扬扬打官 大家知道 古代宫廷之中 咱们如果看秦宫系 汉宫系也会发现 威俄高大的建筑之间 有空中往来的道路 这个东西就叫做阁道 又叫副道 秦始皇啊 为副道 这个副道啊 干嘛呢 自 阿旁渡魏 从阿旁宫 一直能渡过魏河 那也就是说 这出现了一个空中桥梁 或者其他桥梁 自阿旁渡魏 组织是咸阳 咸阳在北 阿旁在南 中间是渭水 由这些设施连接起来 他有他的象征 以象天极格道 绝汉地婴实义 司马迁交代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呀 有不同的断句 一般是这么认为 说这就象征啊 天极格道 渡过汉水 到达婴室一样 天上的天地 它会啊 从天地星 或者叫太一星出发 这是天地所居 它得渡过汉水呀 通过什么来渡过呢 通过格道 刚才说了 副道格道这种东西 渡过汉水 到达婴室星 所以天上的主宰 在婴室和天地星之间 循环往来 而天上有天地 人间也有皇帝 那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也要这么往来 他从渭水北边的咸阳宫 走到渭水南岸的阿旁宫 当然阿旁宫后来证明没有盖好 可是他也往来过 就像天地一样 这么大的历史气势 咱们看史书的记载和考古资料 是能够吻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说 这就是统一的气魄了 偿大的帝国是需要人去治理的 所以这样出现了民主贤君 也出现了一堆能臣干力 更有一大批非常有先进性的制度 关键是秦的气数非常短 谁也没想到来得快去得也快 所以这就给人留下了很多思考 秦王朝这么优秀 这么有效率 这么能够征服 关键是他为什么这么短就亡国呢 是亡在制度上还是亡在暴政上 今天看很可能是后者 我们说你建立的一系列制度 应当符合天意人心 如果说你的制度 你的策略 措施 再好只是对你好 而不对天下苍生好 那天下苍生也不会买账 于是数族教韩古举 出人一句 可怜教徒 应当说 这样的历史教训 足以让后人产生深思 好 这一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